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两个人无论多忙 每天总会有一段 这样的两人世界 一起喝茶 一起看书聊天 其实他们已经结婚快三十年了 两个人还是总是有聊不完的话 妈咪常说 好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交出来的 我很好奇耶 爹地是如何被调教出来的呢 所以爸爸要见我们的时候 阿嬷就告诉他 要对我更疲倦 如果是有意见 要说的是 不要说阿嬷的头像 说阿嬷的胸口又艱苦 阿嬷常常跟爹地说 太太只有一个 又是嫁来丈夫的家庭 所以要好好疼老婆 体调他 我认为是说 要选择一个人 不是那么容易的 阿嬷说的也对 家人只要用心对待 我觉得我爸爸 真的是被阿嬷交成 一位一百分的好男人哦 我想问你说 你们结婚三十年啊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阿嬷跟妈妈 他们两个的关系 可以安和心 就像阿嬷讲的 妈妈在家里是老妖 但是来到我们家 是掌心 那其实两个家庭 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习惯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妈妈来家里的时候 跟我结婚以后 我会跟妈妈说 我们家里的不同的习惯 来告诉她 然后帮助她 但是有一次呢 就有姨妈跟我讲 她说 这个 你帮小孩子洗澡 应该是太太的事啊 她在这样聊 对啊 那我就知道怎么一回事 一天早上我就跟阿嬷聊 我说好可爱 我每天帮她洗澡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开心 很快乐 辈子真的很聪明耶 用迂回的方式 化解阿嬷跟妈妈之间 可能产生的误会 这就是爸爸说的 好男人不传话 不多嘴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当有特别的纪念日的时候 那我帮妈妈买了树花 也会帮阿嬷准备一试 那阿嬷觉得说 随时我还是都在她身边 那没事 原来爸爸牢记了 娶了媳妇不能忘了娘 常常送花和送卡片给阿嬷 让阿嬷感受到 媳妇和儿子对她的关爱 我想爸爸这个成功的好男人 除了要有智慧 还要用心 把爱付诸行动 让妈妈和阿嬷都觉得 爸爸很在乎他们 自古以来 婆媳的相处 就是很难学的一门家庭功课 那么婆媳的问题 最关键的角色 也就是在婆婆 还有媳妇当中的这位男性 那么婆媳的纷争 往往是因为这位男人的态度 不够好而开始的 有智慧的男人 他会从中来加以沟通协调 加以美化 两位女人快乐 那么这位男人也能够很开心 但是相反的 那么这位男人 如果成为三明治的男人 他就左右难为 度日如年 今天节目里 我们邀请到的这一对夫妻 他跟我们来谈谈 婆媳如何相处得好 才会有幸福的婚姻 我们来欢迎他们 正当仅求欢喜的披上袈裟 成为惯性的新娘那一刻起 父亲对于女儿 要当人家的长男媳妇 很是忧心 惯性是职业军人 常年在外 谨求必须独自和婆婆 小姑小叔一起生活 个性单纯 大而化之的谨求 完全没想到 婆媳相处 将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功课 谨求和婆婆的生活习惯 存有很大的差异 经常造成婆媳之间的误会 像是坐月子时的饮食 和日后教养孩子的方式 婆媳之间 经常都有不同的意见 在婆媳的争执中 冠心夹在母亲和太太之间 成为三名智男人 冠心了解 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 母亲与太太都是良善的人 而为了婆婆健康 谨求常劝婆婆 少吃影响健康的食物 只是生活方式不同 需要时间磨合 于是休假返家时 她会帮太太分担家户 并且带着全家出去散心 慰劳太太的辛苦 也会在母亲面前帮妻子还甲 居中美化两个女人的立场和意见 为了不让甲在中间的惯心左右为难 谨求也开始修正和婆婆的相处模式 加入此剂之后 谨求体悟到 对于长辈除了孝之外 顺更是重要 如今 谨求学会了理直气柔 也修正了与婆婆的相处方式后 也拉近婆媳的距离 她带领先生和婆婆 来到慈寂大家庭 一家人同心做置业 感情更融洽 三十六年的婚姻录 谨求和冠心 盛尽为人子媳的责任 她们行圣行孝 一起用心经营 幸福婚姻 欢迎冠心还有景求 我们今天想要聊聊 当一位女人结婚之后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当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 如何来跟公婆相处 毕竟一起来来侍奉长辈 也是幸福婚姻 很重要学习的一门课 那么关心好像是长子 那当时景求结婚的时候 会不会害怕就是说 一个大家庭要做掌席 然后又是掌爽呢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娘家 那也是大家庭 所以不感觉啦 不感觉是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可能就是搬出来 就因为婆婆在澎湖嘛 我们在台湾上班 师兄那时候也是在台湾 所以讲没有想到这样 也不会去担心到那样 没想到也不担心 但是好像当时爸爸是有点担心 对 因为你们结婚后半年嘛 那关心呢他也很孝顺嘛 就把妈妈从澎湖呢 那么接过来台湾一起住 那关心那个时候呢 你虽然你就是在工作在外 但是有没有感觉得到 好像妈妈啦 跟太太之间的相处 好像有一些需要谋合呢 是 我结婚以后 师姐就建议说 就把妈妈到台湾来 是你建议的 是她建议的 对 我那时候也没想到 所以她的孝心 所以要把妈妈跟兄弟姐妹 一起接过来 我没有想到 她有这种那么大的心量 那么大的度量 真的不简单耶 关心的妈妈又特别呢 就是比较内向对不对 是的 我妈妈因为在 以前没有读过书嘛 然后澎湖那个 那比较封闭的社会里面 师姐是上班族 所以她见的师妹很多 所以看到妈妈那个差异 不管是心理的 她的观念 各种生活习惯的差异 相当大 对 那妈妈有请求 当时相当大的差异 坦白讲 有没有造成你的困扰 很大的困扰 不知道要怎样沟通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执行厂 有什么就是不为敌共 到后来我生老大的时候 婆婆煮菜鸡汤给我吃 煮菜头给我吃 做月子的时候 因为她说 我们以前没造过来 也是生那么多的 我就说 阿嬷 这太冷了 菜鸡 菜头都太冷了 真的那时候我摸过去的时候 这个腰 记不住 但是后来她也是 我小姑做月子也回来做 也是 也是菜鸡汤 也是萝卜汤 我也去跟我婆婆说 说嘛 你又在做月来 你又用菜鸡给他吃 她也会不高兴 但是 她自己也是说 这个是为我们妻子好了 你以前也这样跟我说 对 就这样子 你当时虽然受到这样的待遇 可能你心中会有个不解 会认为说 怎么煮这个给我吃 但是当原来婆婆 煮这个给小姑吃的时候 可能你体会到了 其实妈妈只是想要为你们做 只是她不知道要如何做 对 她买响 她有啥 吃啥就对了 那么关心 如果看到 妈妈有心 但是太太也是有意 彼此都要互相把她做好嘛 那么当中有些什么 你真的很想去帮助她们的吗 像刚刚师姐讲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我是夹在中间我是 当然我一定要支持师姐 那我就是在师姐那边 然后给她安慰 也就是讲话 就对妈妈讲话的时候 可以用建议的方式 不要这样直接这样讲 才直接表现出来 其实妈妈也会了解 那你景秋能不能举例一下 比如说 关心跟你讲的建议的方式 因为我婆婆有糖尿病 她现在差不多三四点傍晚的时候 那个面包店的面包刚出炉 她就会去买好多面包回来 好好吃喔 就一直吃 以前都是直接跟她讲 到后来我说 阿嬷 你不要吃那么多 她会找借口 说谁要吃谁要吃 我说阿嬷就吃减变啦 对你的糖尿也要给你控制 我自己也改变 其实有时候像上人讲 习性有时候要改 不小心改 就是你刚刚讲的时候 妈妈你不能吃那么多 换个话说 妈妈少吃一点好吗 这样听起来就不一样 对 那关心你那个时候看到太太又要上班 然后又想做一个这个好媳妇的角色 你看在眼里 但是看到这个太太真的是真的是男型人型 你当时如果妈妈跟太太之间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办 因为我等于是夹在中间嘛 夹在中间是 不知道两面都不好做 所以我就先安慰她这边 师姐这边应该多谅解多提亮 我多提亮妈妈她的这种状况 那妈妈那边那我就会尽力的 妈妈那边也要安慰啊 因为她很多事情那个不了解 那个世界的想法啦跟做法 那我也会跟她讲 就讲说应该怎么来改进啊 怎么做比较好一点 两边都要安抚两边都要做 两边都要安抚两边都要做 是 那这个时候呢 碰到教养的问题不同的时候呢 请求你怎么办 我婆婆就跟我说一句 她说我以前生那么大 就没有这样做法 我说哦 但是现在有方法不一样 我们就先观察看她如何教法 像泡无量就好 她以前都吃无量啊 是啊 我那时候头一体 我们也没什么影响啊 我们就说要多少要烧 要怎么刺 她说 那就麻烦了 好 但是呢 后来她也慢慢 等于其实婆婆她嘛 她就有那个忍耐性 很有那个量 所以就是说 你也试着想跟婆婆来说明 但是呢碰到婆婆也真的是好女的 她也不会跟你说怎么样 对 但是她就有一个人 对 但是她就有一个人想要跟你配合 对 但是听孙子的心情是不变的 对 对 那请求我觉得 你是真的是哦 最佳勇气奖的 因为呢 你有孝心哦 把妈妈从澎湖把她接来 那那个时候 冠心吗 你还在上班哦 对 听说是两三个月才有回家一次 对对 转家 除了婆婆 还有小姑小叔 总共住了八个人 那你不会觉得那个压力好大吗 不只八个人 后来小朋友出生了 还有小叔的女朋友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一家都是人 但是那时候自己不觉得自己压力大 只是感觉说 因为我很尊敬我婆婆 为什么 因为师兄常常跟我讲说 我婆婆她妈妈很辛苦 爸爸这么早过 是要带那么一大群的弟妹 所以讲就让我游身起了那个敬佩心 所以讲说 假如是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的话 那婆婆也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我自己家庭那时候也就是大家庭 也是觉得是很温馨 所以说我自己也有那种的心愿 倒顶 但是看到婆婆 她的孩子都回来一起住的那种满足感 我觉得是说真的 因为妈妈也跟我提醒 你记得那么大顶 你要顺人 但是毕竟生活是很现实的 当你碰到处理不来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因为我们讲人多 当然很温暖 但是人多就嘴杂 那你碰到委屈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吞下去了 还是你会跟先生来诉一诉苦 因为一般在别的家庭我是不清楚 在师兄他的家庭不会嘴杂 真好 这一点就是我婆婆的家教很好 因为有时候 因为师兄又不在家 也没有电话可以联络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没电话 没电话 没电话 有点辛苦 要靠写信 消费 那我就会跟我的小姑了解 我说因为婆婆 那时候我不知道 她有一支一边的耳朵没有听到 说小声她听不懂 有时候 先生从外面回来 好久才回来一次 不能先叫太太对不对 叫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婆婆有一边耳朵重听 她先生的人 也是很客气的人叫 妈 我回来 婆婆没有听到 结果 跟老婆讲一句话 她就跟我的小姑说 说回来都没有叫 叫太太 后来我就跟先生讲 我说 你回来 一定要叫妈妈叫到她看着你 你知道叫她 你才可以离开 这个是我在这个当中去体会的 进来迟记就是体会上人讲说 要多用心 对啊 那关心我们讲说 知悉莫若夫嘛 是 但是你会不会把心挂在家里 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在这个当中 暗中帮助警求一些忙 是的 我因为在结婚之前我就给她讲过 我家庭状况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 几乎在澎湖这两个月至少两个月 在军门这三个月 再等回来一次 那他们在家里发生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那时候有时候她写信 我每天几乎都一封信 其实一些自常生活的事情 不会把痛苦加给我身上 所以很多事情 家里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来 如果她讲才我才会知道 她讲知道以后已经过去了 那就是事后再来弥补 就是弥补这些 对 那请求你能不能回忆一下 就是你这一辈子 你觉得你跟婆婆相处 你觉得婆媳的这个问题 曾经让你觉得说 哎呀 没有办法处理的是什么 那时候经济上 因为又买房子 师兄在金门 刚好休假一个礼拜 要回去的那个晚上 我车祸 下班我就去雾峰 要跟我婆婆抓药 抓中药 她说药在哪里抓 她说药要回来路上背摩托车 她相撞了以后 结果走气概受伤 又大腿又躺伤 结果那个晚上 回来 孩子要洗澡 不给阿嬷洗 一直哭 哭得很 少年哭得很厉害 婆婆就很生气 就说 你不要乱洗 让你妈妈洗 那次我真的是 师兄看了也很难过 我就说 阿嬷 他不轻就好 阿嬷 阿嬷 就这样子起了误会 阿婆婆就走出去提方便 到吃饭还没回来 结果回来 小姑小叔找不到妈妈 那时候我自己心里很难过 我说我这么直言 会伤到婆婆这样子 虽然是历经了很多很多的 其实很多的一些难处 但是好像你都觉得是应该的 这实在是真不简单 其实这个一方面 我自己妈妈也是蛮任命的 我阿嬷的教 还有我在我婆婆身上看到她的那份歌 真的 她很会包容我 正言上人告诉我们的 她多么希望能够来承扬家教 还有家规 因为你刚才说的 你做得到是因为你看到阿嬷这样做 妈妈这样做 婆婆也是这样做 就是一个女人 就是要顾家持家跟离家 那我来谈谈冠心 刚刚锦淑讲说 她加入持继之后 她还是有所改变 你看到太太有什么改变 所以她的改变就是 言语方面不会那么直 她都会有点保留 会有点在 多一点体谅 多一点那个 尤其对妈妈方面 讲话就不会那么样 所以我想到了上人给我们的 慈祭十届第八届 孝顺父母 声色柔和 进求做到了 那么关心你现在也一起 都一起做慈祭 你觉得你加入慈祭之后 那有没有让你自己 比如说对待自己的母亲 还有对待太太呢 有更有一份的力量呢 是的 没错 那个在慈祭里面就讲说 家庭一定要先顾好 家庭一定要和乐 然后才能到 去进化人形 进化社会 那我们就是家庭 那个在师姐这方面 等于是我能够有这么好的家庭 这么和乐的家庭 这么享和的家庭 我非常感恩师姐 那也感恩妈妈 她能这样包容 这样善解 跟师姐 包容善解你的太太 是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夫妻如何吵架 可以越吵越好的师兄 因为师兄他很体贴 我常常讲 因为他有时候都会 有听到哪没听到 就我常常会讲他说 你是大智若移 我大生他就不肯生 他就会安慰我说 你很累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就要知道了 所以人家说才行好到底呢 毕竟夫妻相处呢 没有谁赢谁输 要么就是两个都赢 要么就是两个都输 我们俗话说 跳花脸盆 那么这人上人也教我们说 如果当太太的 能够把婆婆看作自己的妈妈 那么当婆婆的呢 也可以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 尤其不要叮咛天下所有的男人 这个心情棍也不能太大条 那么毕竟不要左右为难 你要疼妈妈 也要疼太太 要左右逢源 那么一家就能够幸福美满 谢谢冠心 还有景求 谢谢 为我们上宝贵的愉快 谢谢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欢迎订阅